对于将美宜这个名字,那地的观众允许比较陌生,而对于经常追港剧的观众可以说是二属能详,他和吴京翔的恋爱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,他们彼此相爱,却不愿被一举婚约束缚,恋爱十几年坚决不结婚,真是让人费以所思,逐渐两人快乐分手,却被扑租是离婚还是分手。 两人为何忽然一拍两散,是小三插足还是另有隐情?今天小编就来巴一巴曾经风靡香港娱乐圈的经典女神,姜美宜是模特出身,在剧中她出演的角色多样化,触中温暖的气质,高挑的身材,精湛的演技,让她在复杂多变的娱乐圈中混得风生水起。 1996年,姜美宜出演的第一部电视剧《肥猫正传》,后来在《心不良情》中饰演楚世元华,聪明机智的马文力,人气逐渐上升。 在2013凭剑冲上云霄二,破万钱新辉颁奖典离最佳女配,演艺事业定争日上。 随着姜美宜演艺事业越来越火,她遇到了吴君如的弟弟吴君祥,两人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爱爱情长跑。 据有关媒体爆料,姜美宜和吴君祥两人还是小学同窗,现在成为恋人真是让人羡慕不已。 近日两人在微博中晒出了一张吴君祥的庆生照片,透过照片可以看出,两人如江四妻,可如琴瑟,十分幸福。 47岁的姜美宜与吴君祥两人在不知不觉中度过了十多年,由于两人一直坚持不结婚,近年旅船分讯,近日姜美宜在微博中突然宣布与男友吴君祥分手。 此消息已经发布,引发了广大网友和粉丝们的纷纷猜测,难道是被小三插足,一波未平易过又起,姜美宜分手真相分白复杂,不料吴君祥夫妻吴春秋火上浇油,真是名人瞠目结舌,谁知,他竟然抱出两人2006年,已经在国外登记结婚。 这次是离婚,而不是分手,广大网友纷纷表示打脸姜美宜,就在离婚事件搞得沸沸扬扬时,一张貌似两人的结婚证被曝光,而作为当事人的姜美宜却仍是一否认,这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,真是记不得了,应该是最久做的事。 这样牵强附会的解释,难怪网友觉得此事并不简单,有人说吴君祥这些年与姜美宜两地分居,据上离多,虽然两人感情并未发生裂痕,也不能保证吴君祥不会偷心。 早在2014年,有媒体看到吴君祥,经常触入夜店与浪漫相谈甚欢,动作暧昧,令人跌破眼球。 就在姜美宜外出拍摄期间,吴君祥时常约会女歌手言书名,两人直指亲密,亲密喂饭,懒搏心嘴,真是不得不让小编想入非非,不管事实真相究竟如何,姜美用行动演一分手后,我可以活得很快乐。 47岁的她,容颜较好,气质优雅,一点也看不出岁月,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,现在的她除了工作之外,经常外出游山玩水,不愧是曾经的经典女神,你喜欢现在的姜美,姨妈。